哈喽,大家好,喜欢野调的朋友啊,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,就是说,水流特别大,会把浮漂尾冲倒,不管你是用跑签,小跑签,大跑签,还有双签,都是没办法解决,特别的苦恼,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招,只需要一个小动作就能轻松解决。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,常规调法,看看,水流大,就把浮漂给冲倒了,咱们再来看一下,把干架给抬起来,会不会冲倒。 看到了吧,这样就不会被冲倒了。 首先就是浮漂的选择,我建议大家还是用,吃铅两到三克的浮漂,不要用太小的,一克左右的不要用,因为浮力小,还是会被水流冲倒。 吃铅两大一点的浮漂,它浮力比较大,所以被水流冲倒的几率也是相对来说能比较小一些。 还有就是如何来调漂,我建议大家不要用大跑签,为什么不能用大跑签,因为毕竟它没有什么灵敏度可言,对吧? 所以呢,我建议大家用双签,双签有两种,第一,主线上,我们可以在主线上, 这种方法,我建议大家还是用这种方法,在下沟的主线上,穿上一个线。 太空豆,然后在太空豆的上面,穿上一块线皮,线皮也不能太小,但是也不能太大,不能大于上面这个线。 建议大家还是用1到1.5克的线。 那么,上线如何来调呢? 就是说,我们先把下沟摘掉,摘掉以后,我开始调漂。 调到什么状态为好呢? 就是说,半水啊,调到什么木树。 我建议啊,就是说,我们把图标,调到木树,就露出来这个飘度,或者是到飘度这个位置,就可以了。 我们来看一下啊,上线调完以后的状态。 就是这样。 飘度刚刚露出来。 它入水以后的状态是这样。 它是这个状态。 它这个上面这个线呢,是悬浮的。 下面这个线是躺底。 而且,上沟是触底。 所以,这个条法啊,相对来说,比较灵敏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。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,请多多点赞,多多关注。 我们下期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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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